我们看一下路径 路径的是今天的重点和难点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学的很熟 那所谓的路径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大家可以解决为道路 对吧 比如说我们是在八号线上 我想去什么 我们现在在玉心 对不对 我想从玉心到我们的 到鸟巢水地方去看 是不是到奥体中心 那我们就可以沿着这条路来走 就可以到我们的目的地 对吧 所谓的路径 就是我们沿着一条线去找 就能找到我们的目的地 是路径的概念 好了 那路径的话在这里面 同样道理 我们会引出一个问题来 是就关于我们是不是HTML页面 对不对 但是我要找的是 经常会用的一些图片 和一些文件 那么页面去找图片 就应该有个路径去找 比如说这个图片在这 那我的页面就直接去找到它就可以了 但是有的图片非常多 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那我就先找到文件夹 是不是才能找到文件夹里面的图片 是不是应该是分层级的 对不对 好 这是路径的问题 那么路径一定要设置好 否则你找不到我们想要的图片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那十一中 我们经常会把路径分成两种路径 一个称之为相对路径 一个称之为绝对路径 那我们先看我们用的最多的 咱们现在用最多的叫做相对路径 好 那相对路径在这里面 大家不要晕 一共的分为三类 分为三类 分为什么呀 同一节 下一节和上一节路径 一层一层的 不要急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首先在这里面 我们先看这一个 那我们说是图像文件夹 跟前半文件夹出于同一个文件夹下 这个我们称为同一节路径 什么意思呢 给我来看 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写的内容 在这里面的话 这有个叫做我点GPG 对不对 我在这里面右击 我们新建一个什么文档 对吧 新建这个 这个是16 16 我们称之为什么 同一节路径 好 这是同一节路径 好 打开完之后 在这里面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什么 把我们这一个图片拿进来 好 我凡是上一次 那我把这个我点GPG图片 然后到同一节路径下面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片是不是已经有了 然后 我再打开我这个sublime 卡加S 保存一份 好 到我们的同一路径下面 然后我们进建一个 比如说我们叫单猫点HMR 好 保存一下 好 生成我们这个路径 打开完之后 大家跟我来看 这是不是我们的HMR文件 这是不是我们要的图片 他俩是不是属于同一个级别 也说他俩是不是紧按在一起 那么我站在这 是不是一眼就能够看到他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同一节 同一节路径的 那同一节路径写图片的时候 就非常简单了 给我来看 那我们需要这么写就行了 好 你要引图片的 imgsrc等于什么 等于我点gpg可以了 直接输入我就行了 哎 发现个 好 那直接写就行了 那么我们右击 在留意器中打开 我们可以看一看 好 快速打开一下 哎 那我们就能够看到 是不是这个图片就显得出来的 所以说同一节路径的时候呢 非常简单 只需要直接写什么呀 文件名就可以了 imgsrc等于什么logo.jf 还是我点gpg就可以了 这是同一节路径 是非常简单的 好 那但是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知道经常会出现什么呢 哎 我们右击 我们再新建一个啊 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17 下一节路径 下一节路径啊 那么经常会出现这个情况啊 那么我们再啊 这同一节路径非常简单的 我们再考虑加s保存一份 这个呢 我们保存到下一节路径里面 这个呢 我们称为demo.html 看好了吗 demo.html 好 我们保存一下啊 这是html页面 但是呢 我们经常会出的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图片特别多 你要是都放在这儿堆满了 基本上图片一下堆满了 我就找不到我的html文件了 因为它太多了嘛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啊 我们在这里面右击 新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呢 叫做imgs 看好吗 iags 这个呢是专门放什么呢 图片文件夹的 好了 那么有图片文件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那个啊 哎 我.html 再复制一份 看人家 c复制一份 到我们这个下一节路径 imgs 看人家为一整天 然后这个图片 是不是已经在这儿了 好 那么在这里面 就会引行出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这是我们的html 他要去用我.gpg那张图片 首先是不是先去找到imgs 文件夹 然后呢 在imgs文件夹里面进去 是不是才能够找到我.gpg这张图 是不是 是不是隔了一层 那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呀 也就是说是这个图片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html的下一集 对不对啊 那他中间是不是隔了一个img 对不对啊 好了 这是我 这是我 那么这是 这是对象 对不对啊 那中间隔了一个帐目点啊 对不对啊 那所以说呢 你想要用他的话 那应该怎么办呢 哎 你和女朋友之间隔了一个帐目点的啊 那你先去搞定帐目点啊 才能找到 搞定对象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他使用的时候这么写 src等于什么呢 先隔了帐目点 imgs 是不是他下面的什么呀 我.gpg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是隔了一层 对不对 首先是经过他同意 然后呢 再去找到他里面的对象了啊 好了 有了之后呢 我们在浏览器中再打开一次 你会发现 哦 他是不是能够打开了 可以看到 没问题啊 老师呢 我不写什么呢 不经过他呢 对不对 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他是打不开的 是不是找不到这个图片 所以说下一集路径 那我们怎么使用的呢 是不是要经过 你经过哪个文件夹 是不是先写成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 经过这个反斜杠 然后呢 再找这个图里可以了 而这个反斜杠的表达的意思就是 下一集的意思 还好吗 哎 所以说你看啊 如果是在下一集文件夹下面 那怎么办呢 我们用这个反斜杠隔开 比如说MJZ下面的 什么什么下面的logo.gf 你有几层写几层 但是呢 用这个反斜杠给它隔开就可以了 这个反斜杠呢 表示下一集的意思 好 这是我们讲了相对路径的两种方式 如果是同一集 直接写名字就可以了 如果下一集呢 写上我们这个文件夹 那名字的目录 加上一个反斜杠 再写上我们想要的文件名就行了 很多文件央 看要不复合 我们去看